中国杯期间国足卫威尔士以及杰克两只欧洲二流球队打得是体无完肤,一时间这些职业球员的表现也让球迷严重不满,尽管国足目前还与这些欧洲球队有着不小的差距。 但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实力并不是国足大比分,输掉比赛的主要原因,球员在球场上的懒散以及身材的严重走行,已经丢掉了中国足球职业球员的身份,以高龄为首的啤酒度,以及王永珀的吸烟图片,都在网上疯狂流传。 国足球员也被扣上了白斩鸡的帽子,国足主帅李皮也了解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前一段时间的国足集训名单中也并没有召入这些球员,并且注重让幽二三年轻球员得到出场机会。 在这一事件的风波逐渐被球迷遗忘的时候,一场中超联赛又将白斩鸡,这一名词重新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 中超联赛第25轮的比赛中,山东鲁能主场迎来了天津拳线的挑战,赐一卡尔德利达当吉尔出任外援首发,崔鹏也出现在了李肖鹏的首发名单中。 本赛季重新回报鲁能的崔鹏得到了本土主帅的信任,几场比赛来看崔鹏除了在体能跟不胜之外,仍然能够适应中超联赛的节奏,此一里肖鹏选择了信任这位出自鲁能亲血的受邀,然而本场比赛崔鹏的表现却险些坑了自家人。 崔鹏在首发的51分钟里,出现了严重失误,他的体力问题也在本场比赛得到了放大,下半场刚刚开始,也就让主帅将其换下。 此一吸引人眼球的是崔鹏下场的一幕,从镜头来看这位31岁瘦腰的肚子上明显有着一圈坠肉。 赛后,这位昔日的国庆队长也是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口注笔伐,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出现首发中场的崔鹏并没有拿出让人满意的表现,中场的几次路人也险些让鲁能丢球。 这位31岁瘦腰,或许用这一场比赛,就将自己踢出了首发名单,好在鲁能最终以3比2取胜。 否则31岁瘦腰崔鹏,真的要成为球队势力的背波侠了。 目前中超连赛已经逐渐到了尾声阶段,31岁瘦腰崔鹏这样的表现相信,也不会再得到李肖鹏的信任了。 毕竟崔鹏已经被大家扣上了白斩鸡的帽子,你们认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鸡的帽子,我们认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鸡的帽子,我们认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鸡的帽子,我们认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鸡的帽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鸡的帽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